一部美国西部公路片《无一之地》 成了今年奥斯卡的夺冠热门 而她的导演竟是一位北京姑娘赵婷 一头长发 眼神坚定 就算接受大媒体的采访 也是不识粉带 真实朴素的样子 她的另外两部作品 《哥哥教我唱的歌和骑士》 也都关注了连美国人自己 都会忽略的非主流人群 并且以一种安静又及时的美学表达方式 向我们信里叙述了他们的故事 没有东方文化的痕迹 也没有刻意的昔日风格 展现了非常出色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和全球视野 而在这部《无一之地》里 赵婷为我们营造了宁静 优美又悲伤的诗意氛围 和绵延不绝的漂泊感 去看一个老无所一的女人 开着房车流浪在路上的细碎生活 没有审判 没有评价 只有纪录片般的写实手法 让我们有机会真实看见这群游牧人 围绕鸡宝冷暖的生存 有幸获得的自由 以及面临的社会困境 赵婷在一次反弹中说 真实是她唯一能够负担得起的东西 而她在镜头前展示的自己 也和她的每部作品一样 有着质苦的真实感 也许就是这份真实自然 成了她导演生涯的通光明片